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 他对这间教会很熟悉 哥林多是古代罗马重要的港口城市 城里有许多希腊和罗马神明的庙宇 他也是繁荣的经济中心 保罗来这里做宣教士生活了一年半 他熟悉当地人 和他们讲论耶稣 许多人因此跟随了耶稣并建立了教会 这件事可以在《使徒行传》18章读到 过了一段时间 保罗搬到其他城市 在那里建立教会 这时他开始得到消息 说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不太好 教会成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也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 信分为五个部分 最后有一段问候语 这五个部分就是保罗提出的五个主要问题 所以这封信读起来 像是讨论不同主题的短文集 不过所有内容都被几个核心观念 紧扣在一起了 以下是保罗在每一部分探讨的内容 他指出问题 然后用福音的某一方面 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这福音就是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保罗指出 事实上那些信徒 并没有活出自己所声称的信仰 所以这封信讲的 就是如何借助福音的视角 来学习思考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 好 让我们深入经文 来看看究竟吧 一到四章重点谈教会中的分歧 自从保罗离开之后 其他一些教师也来到格林多 先是亚波罗 然后是彼得 于是信徒们开始选自己最喜欢的老师 他们变成了追星族 对那些喜欢其他领袖或教师的人 表示不尊重 恶言恶语 针对这种情况 保罗的回应既讽刺又尖锐 你们在逗我玩吧 教会可不是一个人气指数大赛 教会是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群体 做领袖和做教师的都不过是耶稣的仆人 可能你会喜欢某个领袖多过喜欢另外一个 但也不值得为此分门别派 当然更不要彼此说对方的坏话 教会的核心是耶稣和他的福音 是让人关注耶稣是谁 以及他所做的 五到七章指出一个与性相关的问题 教会中有些人随便和人发生性关系 有人跟自己的继母上床 还有一些人仍然去当地的寺庙敬拜希腊神明 并和那的庙祭睡觉 而教会中有很多人竟然认为这没什么问题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 神的恩典广大无边不是吗 保罗却说当然不行 问题很大 他借着福音来说明 这样做的危害有多大 保罗说要记住 耶稣是为你的罪死的 这罪包括性败坏造成的人际关系破裂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 保持圣洁的性关系 是我们回应耶稣的爱和恩典的重要方式 保罗提醒他们 就像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的肉身也会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说如果现在和将来 你的肉身会被耶稣拯救 那么你对自己身体所做的事就至关重要 马虎不得 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涉及到性关系的圣洁时 跟随耶稣的人是不可以妥协的 8到10章的主题是关于食物 但不只是对食物的偏好 比如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类食物 让哥林多教会信徒产生分歧的问题是 信徒能不能吃那些祭祀过希腊罗马神明的肉类 对这个问题 犹太人基督徒和非犹太人基督徒的看法不一样 保罗再次引用福音书中的一些核心观念来做解释 他说我们只需要向耶稣保持忠心 而无需在意那些假神 当你处在某种环境中 那里只有记偶像的肉类 你吃肉时在场的人看到了 如果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说 哦太酷了 基督徒不光敬拜耶稣 还敬拜其他很多神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保罗说那就不要吃肉 因为你只忠于耶稣 你理应爱那些人胜过爱自己 所以不要误导他们 不过保罗马上又澄清这个说法 继续说 神是万物的创造者 动物也是踏造的 寺庙中的偶像 不过是些木头和石头而已 所以如果周围没有人会误解你的行为 你又饿了 那就吃好了 你是一个在基督里被更新的人 拥有自由 在这些有争议的事情上 可以随从自己的良性 那么在一种环境下可以 在另一种环境下 又不可以 这当中是否有原则可遵循呢 有 核心原则就是爱 爱会为了他人的益处 舍弃自己 爱 神的爱就是福音的核心 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因此保罗说 这是基督徒应该为别人做的 保罗在11到14章提到 哥林多教会每周聚会时出现的问题 有些信徒在聚会中 有强烈的属灵体验 他们用方言大声祷告 还有一些信徒会分享预言 也有人会站起来打断对方 因为他们也想分享 然后一切都很混乱 这样会众就会分心 尤其是新来的人 就不能专心听福音 在这几章中 保罗帮助信徒们 首先思考聚会的目的 然后分辨哪些行为是适当的 他说聚会时 神的灵会透过每个人工作 但一定会用合一的方式 来使用恩赐 他把教会比作一个身体 身体只有一个 但是身体上有很多不同的肢体 每个肢体都起着一种 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随后保罗列举了圣灵 透过会众做的一大批工作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教会 这是这几章的关键短语 他总结说 聚会最重要的价值 是以福音为核心的概念 神的爱 爱也是这些章节中的一个关键词 爱将促使人们使用各自的恩赐 来服侍其他人 所以保罗用这个原则 来解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有人认为聚会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强烈的属灵体验 有人认为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 保罗说 他本人非常喜欢 大有能力的祷告体验 但如果这样的祷告会影响 或者吓到其他人 就应该停止 因为那样就相当于 我爱自己 胜过爱别人 围绕耶稣的聚会 应该是井然有序的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学习 敬拜 并听到神对他们说的话 保罗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耶稣的复活问题 和基督徒的未来盼望 教会里有些人说 复活的想法是荒谬的 对基督徒来说并不重要 保罗对此特别强调 复活是福音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他说 我们相信复活 因为数百人亲眼见证耶稣 被罗马人公开处决后 仍然活着 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 他的死就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仍会迷失在罪恶和自私当中 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做基督徒 保罗详细地描述了 耶稣通过复活战胜了死亡和邪恶 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和能力的来源 也是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应许 因为耶稣的复活 我们才会在基督里合一 才会促使自己在性关系上持守真结 才会有爱人过于爱自己的能力 最终 这也是我们胜过死亡的盼望 保罗最后总结说 我们确实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这意味着福音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 或某种解决个人心灵问题的良方 这是有关耶稣的一个宣告 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透过福音去细看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